大家好,我是住在美国的Serena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来做一个面部的保养项目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我平常从来不来美容院医美诊所做保养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操的人 我们家的基因不太好 我妈妈40岁的时候就有很多皱纹 但是因为我经常锻炼,经常健身 也会刻意的去锻炼我的脸部肌肉 所以呢,就我这个年纪来讲 还是看起来比较显年轻的 但是呢,一个是岁月不饶人 我感觉我的面部还是在一个下垂的趋势中 另外呢,因为我做视频 一直困扰我的事 见过我的所有人都说 我在视频上没有本人好看 我觉得呢,还是我脸不够挺致 颜值不够高 因为我本人又不会化妆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只画一下眉毛,睫毛,口红这三样 我的视频呢,都是相机拍的 也不懂怎么去打光 而且又没有美颜,滤镜之类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只能靠颜值来扛 在颜值不够的情况下呢 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 我觉得我还是及时的要往这方面投资 好的,言归正传 今天我要做的是超声刀和热马级 我会在眼部以上的部分做超声刀 在眼部以下的部分做热马级 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两个项目 我看到中文的社交媒体上 很多妹子在二十几岁就开始做这两个项目了 我44岁来做呢,应该不算早 先来说说超声刀 它的英文名是Otherapy 我看到一些山寨仪器上面有Othera 这种去掉后两个字母的 还蛮多在微博的博主分享中出现的 在美国应该没有超声刀的山寨版 好,来看看超声刀的官网 他们是这样官宣的 Otherapy是FDA批准的唯一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方式 用于提升颈部、下巴和眉毛的皮肤 并改善胸部、肩部、身体其他部位的细纹和皱纹 超声刀的工作原理呢 是用超声波产生的热能刺激胶原蛋白的重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胶原蛋白会分解 就会造成我们皮肤强度和弹性的下降 我们来看看官网上对一些主要问题的回答 挑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超声刀治疗有什么不同于其他激光治疗的呢 他们的回答是因为超声波的特性 可以达到肌肤比较深层的部分 应该来讲激光和热马脊都达不到肌肤的肌肉层和筋膜层 下一个来看看这个 超声刀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 回答是因为它的工作原理是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 所以效果呢会出现在两到三个月后 可以持续一年以上的长度 我听到的也是一般人都是一到三年来做一次超声刀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 哪些人比较适合超声刀呢 超声刀是适合有一定程度的松弛的人 它强调了面部颈部下方和下巴下方的皮肤松弛和胸部的皱纹 据我所知呢像我们所说的火鸡脖和双下巴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这里说通常情况下30多岁以上皮肤轻度至中度松弛的人是最好的候选人 然后呢我们再来到热马脊的官方网站 热马脊的工作原理呢和超声刀的类似 但是它利用的是射频去激发胶原蛋白的新生 网站上呢没有提到FDA的认证 它推荐呢是每六个月做一次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我今天呢这两种都会做 眼部以上是做热马脊 眼部以下做超声刀 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上下面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于上面部呢我主要想改善眼周的细纹 下面部呢我需要紧致和向上的提拉 都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超声刀因为比较深层 所以眼周和额头它是不能做的 有伤及神经的风险 热马脊比较浅 所以这些部位都是可以做的 这个图片好多人都在网上看到过 对 一个机器的图片 然后很多地方他们都拿这个图片做宣传的 我在来之前一小时呢吃了止痛药 在30分钟前又吃了 面部是没有附麻药的 现在医生呢开始给我做超声刀 他现在我的脸上涂了一些像藕合剂一类的东西 机器呢是自动设定了发速的 第一遍每半边脸大概打130发 这一遍呢会打到比较深层的肌肉层 每打一下的感觉就是那种牙疼的感觉 靠近下颌线的周围呢会稍微比较痛一点 往脸上方走有肉的地方呢几乎就没有痛感 第二遍呢打的比较浅每半边脸大概打95发 医生告诉我大部分人第二遍都不会太痛 但是我的感觉第一遍的深层还好 第二遍浅层的反而呢有点难忍 不是很痛但是有点难以忍受的那种痛 现在超声刀做完了感觉 一般人都是第一次的 就是他会打两遍 然后这边他们告诉我第一遍应该是比较痛的 然后第二遍会好一点 但是我第二遍特别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遍感觉有点难忍 第一遍还好 没什么太不能忍受的痛感 我觉得还好 热马脊那就完全不痛 就只有一点热感 大家可能听说热马脊很痛的那种 应该都是用的是四代以前的仪器 四代以后呢 他们在痛感方面做了很大的改善 我今天做的是热马脊的第四代 是完全不痛的 现在做完了 热马脊做完了 觉得没有什么痛感 然后就是 它本身就不痛 对 只有一点热的感觉 完全没有痛感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 不用怕痛之类的 热马脊完全不痛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首次做面部大保养的全部过程 如果想看到我三个月以后的跟踪视频 以及我的后续感受呢 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观看 再见